带着妈 来来来来 谁呀 有事啊 带着妈 不好了 怎么不好了 别着急 慢着说 一个扛枪的人 都到咱们口了 扛 扛 那 那咱快速带个去地窖吧 是啊 怕是来不及了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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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逃户吧 这座 回头就说是 我要闯进这个屋子的 大牛子 大牛子 索成 谁 索成 北屋 到北屋 是索成回来了 索成 你可回来了 你怎么 索成哥 进 他呢 是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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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子 大牛子 我们得给他请个大夫啊 带着要去外人寄了 会不会走了丰盛 那 也得给他请个可靠的医生进来呀 可靠的医生 对了 你九爷说过 他有个朋友在南池子呢 是 祖传的 还在宫里当过太医呢 那快把他请来吧 对 快 请你几个爷爷 真的 麻溜溜的啊 来 请 来 请 蓝太医啊 你瞅他怎么样啊 这位八叶兄弟 舌红少胎 面色昏暗 五心繁热 脉象细虚 又欲金疮 再加上内热外寒 稍有虚余 则性命难保啊 蓝太医啊 这位八路 你是无论如何 要把它治好啊 舅爷 哎呀 我这儿有一祖传的 不 这个 来自明医的秘传之方 哦 那开方子 小珍呢 拿纸 拿墨 来 来 来 鹿角一两 石蛙一枝 鱼镖一副 再配以舌胆吸牛角 慢火为汤 隔日一剂 早成 吃饭了 怎么弄得这么身黄狗皮啊 你还别说 这身衣服 甭管到哪儿 没人注意我 最近啊 我每天晚上值班 都能悄悄跑一趟 这就好了 好多事儿 还想让你帮着拿主意呢 现在还有什么事儿啊 我看那个蓝太医 就不怎么可靠 可我看松友爷 挺相信他呢 我想你还是跑跑 看看能不能帮他 找到一家正经八百的医院 什么祖传秘方啊 多半是骗人的 我就怕给他送到医院 遇到特务就麻烦了 是啊 你前段时间 不是拉回一个女共产党吗 那怎么把这茬来吧 你找着共产党 不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回头白天想办法找他一趟 鸣先生 你说 现在王金棠会怎么办 坐 好 啊 当初王金棠抓住乔二宝 就是把他顶成死罪 也不为过 可他却把乔二宝 当作和共军较量的筹码 这说明一方面 他想拉弄你跟共军作战 而另一方面 却丝毫不放过任何抓住你把柄的机会 对 你说得很有道 不过 此一时彼一时 先前局势还不够明朗 依靠你的支撑 北平的局面还可能有变 可现在 可现在 蒋介石在华北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而美国方面 更不可能替别人去当炮灰 这一点 他王金棠 不可能看不到 你说 王金棠这么折腾 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你啊 王金棠是南京方面的人 一旦局势危急 他肯定难逃 那么他拿什么去见他老头子 为他踮脚的 只能是他在北平的政敌 所以 王金棠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大妞嘞 大大妈 您又来看八路了 我这不是这还出去招人心 包了点葡萄汤啊 给他补补身子 我看你是想儿子了 我呢孩子 对没戏 这么长时间了连个信都没有 哪怕伤个口线也好啊 是啊 孩子 大妈 好些了吗孩子 大妈我好多了 慢着慢着 你伤得可不轻啊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大妈看见你啊 就跟看见儿子似的 因为他的儿子也是当兵的 是让国民党抓壮丁了 好长时间没信了 孩子 你属啥的 我属牛腿 我们顺的 属大龙的 小你三岁 今年二十 对 对 他可是我们老温家的独苗 大妈 你们家不是姓黛吗 是这么回事 那个顺子他爸呀走得早 这我娘家姓黛 所以这街坊邻居什么的 都叫我大大妈 大大妈平时连我这儿的边都不沾 你看看你这个八路在 一天跑好几套 这不还给你煲了汤 孩子 你大名叫啥呀 这大妈不能整个天的叫你八路不是 对对对 大妈 我姓乔 小名叫大宝 大宝 我进不退以后 团长给我取了一个 响当当的名字 叫乔 乔治山 乔 孩子 大妈还是叫你大宝吧 好叫 就跟我们顺子似的 他就说啊 你也给他起了个大名 叫明顺 等吗 你儿子的大名叫什么 叫 文明顺 他就到我家了 回去看看我妈去吗 北平是我家乡 你不能为了解放北平死 我死是应该的 孩子啊 一会儿啊 你们就搬到我们北屋去啊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都收拾好了 好 别忘了把汤喝了啊 真没想到 李昌义会如此固执 他之所以坚持主战 并不是有勇气打赢 而是没有勇气弹劾呀 所以他现在成了和平协议的一大障碍 这位汉将 是怕毁了自己一世英名吗 我觉得他现在比王敬堂还要危险 我会继续做他的工作的 李昌义对国民党的本质还没有认清 他以为自己是国民党的主流 居然还说什么 如果国民党有李宗仁副作义 和他这样的人掌管 就可能重新得到振兴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事实 让李昌义臣服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 我觉得李昌义 在国民党的阵营里 并不好混 对 其实 他一直受到中央派系的派击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上面 做一些文章 有道理 另外我现在的身份 差不多暴露了 以后消息传递 会由别人来办 你可千万要小心哪 余先生 李昌义那边 您还要多做工作 改变了这个事情的死结 一切就多活了 我明白 你也要小心 大兄弟 这伤好点的呗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 你们两个把它送出去 你这是干什么 为了一张图 自己连命都不要了 大姐 你不明白这个图的重要性 你看 你看 这就是敌人的地下公式 远兵通道 我们攻城的时候 如果没有注意 敌人就会绕到我们背后 我们会吃大亏的 你画的 是不是往这地方 敌人的地下公式 就在这块地的底下 来 我帮你收一下 等等我再看看 这儿吸着门 护国寺 棉花糊涂 这不就是咱们这块吗 是 是 感情 你画的是我们这儿 这要是打起来 你们炸国民党公式的时候 不是连我们这一片全炸吗 您看看 国民党这公式 整个把咱们这片全给包起来 除非 除非八路不打这个地方 要不然 你们那美国大炮一响 还不整个把我们这一片全给炸了 孩子 我知道你们八路军 不会打我们老百姓 可这炮弹不长眼哪 就是啊 它又在城外 还隔着十几里地 真要一开炮 可别把咱们老百姓都一勺会了 是啊 是啊 我们老百姓就怕一打仗 这炮弹落到我们房顶上啊 是啊 是啊 兄弟 你别怪我 这图我不能画你们 你 给我 大兄弟 你没有这张图 八路军照样能进北平 这样 你就把咱们街坊都给救了 是啊 是啊 是 你们知道吗 这张图 是我的战役 用生命换来的 它就是 你们北平人 这次为了挣扎 他连家都没有换 小姐 小姐 有什么事吗 您还认识我吗 哦 你就是那车夫啊 穿了这么一身 都不认识了 我正找你呢 跟我来 九爷 九爷啊 这北平成义党 他老百姓能不遭殃吗 谁说不是呢 这国民党把他的兵 都混到老百姓里头 这太不仁义了 是啊 他共产党要是仁义 就不应该党 您说呢 这儿冷 你 你 你怎么到外面来了 是啊 大牛子你怎么也不拦着他呀 我也拦不住他呀 九爷 我一定让解放军的炮弹 长上眼睛 你说什么 我会告诉我们的首长 进攻北平的时候 不能使用炮兵 我们可以用人 扛着炸药包 往上冲 这 他们这是 真是仁义之师 是 仁义之师 是 仁义之师 你看你 快进去吧 快进去 大兄弟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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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着点 大妈 大妈 谢谢大妈 你这是什么物件 这么金贵 叫大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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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孩子 你这是哪儿来的 孩子 告诉我谁送给你的 大妈 是我朕有的 朕有 他叫什么名字 快告诉我是谁的 他叫 温明顺 顺子 也成八路了 对 他是我们红四里 非常优秀的一名顺手 他不是让国军抓壮丁了吗 怎么成八路了 他是解放军战士 他极易的 是解放军 九叔 九叔 顺个吵着了 他 这可是我们家天打的好事啊 他 他现在在哪儿呢 他还没张了回家呀 大妈 你怎么了 我 我对不起你 说什么话呢 前两天 我跟明顺路过这里 他没说回家来看看 他说了 但我们在执行任务 是我不让他回来看你 没关系 办了事再回来呗 大妈 明顺他 你怎么了孩子 他永远也回不来了 他永远也回不来了 说什么呢 大妈 真的 明顺永远也回不来了 不 不敢的 大妈 我对不起 我 我都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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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九七一抵 我就是您的儿子 妈呀 为什么约在这里见面 我喜欢这个地方 天台让我觉得安全 可是对我来说很麻烦 当他在门口的时候 卫兵盘问我半天 只要提你是李昌义的女儿 谁敢拦你啊 不能提我父亲 说吧 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找到乔正山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得听我的 我答应 只要你能找到乔正山 好 一言为定 大唐胡乐 胡乐 冰糖耳朵 二葵子 老家你辛苦一趟吧 干吗 帮我找一趟索成 我告诉你他在哪儿 你让他回来一趟啊 成 慢点 你帮我看点他 去 看来正是鹰子 他那句老话呀 治得了病 治不了命啊 现如今 他的脉象细微 气息赏存 全靠犀牛角和虎鞭撑着呢 如果今儿晚上他能醒过来 一切尚有可为 否则 我看我只好给他准备后事了 这 这 这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 蓝太医啊 你 蓝太医 你别想 蓝太医啊 你可千万得给我们想个法子啊 我今天晚上还会再来的 慢着啊 你 你可一定得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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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呀 我找大妞子 有个叫刘索成的 你们谁认识啊 我就是大妞子 是刘索成让我来找你的 你好 是你呀 请进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受伤的 你们给他用药了吗 给他喝的虎边汤 虎边汤 赶快送医院吧 小 小心点 谢谢你 那那我这就算将功折罪了 将功折罪 我以前不跟过您吗 那件事情就不要提了 这件事情 打死你们也不要说 知道吗 您放心 我要说出去 我天打五雷锋 好 你们回吧 还有 你们别来看他 我 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那个的 如果你们想活命 就离他远点 还有 回去告诉你们邻居 尤其那个戴达妈 让他千万别来 谢谢您 您慢走 谁让你们把八爷 给送到这个地方来的 你治不好 我们不能让他等死吧 你怎么知道我治不好 本来今天晚上 是要见效果的 我告诉你 这是洋人开的医院 洋人根本治不好 我们中国人的病 不是我们送他来的是 是八爷那边的人 给他送来的 我告诉你 八爷已然吃了我开的药 如果不让我继续治下去 他是会有危险的 还不带我瞧瞧去 赶紧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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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我是蓝大夫 主传的太医 里边这病人 原先是我给敲的 有关病人那些情况 我得跟现在的大夫介绍一下 医生现在很忙 您等一下啊 成成成 我等着啊 久能犯贷 指望你们抓乔大宝 初作 我们已经掌握了情报 现在已经把乔大宝 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只是晚了一步 是吗 我告诉你吧 乔大宝已经让昆桑给接走了 这个女人太狡猾了 指望你们 是啊 像昆桑这种高手 还得处作您亲自出马呀 要戳得好吗 OK 绝绝是如何 谈那士就是破伤风的意思 肯定是吧 有什么样子 这怎么办 在哪士 老婆 你再说 怎么办 东西 你带不去 你带不去 你的手 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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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面相红润 脉动昂然 气象万千 犹如大江洞去 蓝先生 我有事要求你 我就知道您一直有事情要让我办 蓝先生 可是 不瞒您说 不 我儿子在西山也是干这个的 樊瑜 阿桑 我要再晚到几个小时 乔震山就完蛋了 快带我去见他 我有条件的 条件不是我们已经说好了吗 你必须帮助我 赶在周国华之前 从乔震山手中拿到情报 去 Ow 好了好了 醒了 谢谢 杜梦 destroyed 我怎么又落在你手里 你总算是醒了 大妞子呢 大妞子 谁送我到这儿来的 是我 是你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看你昏倒在大街上 就把你送过来了 我不想跟你开玩笑 我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你的人找到我 我就把你送过来了 二宝呢 他回去了 在我家呢 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没有 我们团长呢 他现在在哪儿 我们也不知道 王金棠正全力追捕他 地下公事的事 静心怎么样了 按照司定的指示 我跟中央军的副官 傅斌见了面 你给他钱他都收下了 很高兴地收下了 那结果呢 他说 地下公事的资料 完全控制在顾真雄的手里 任何人都不得染指 顾真雄现在已经 被提拔成副军长了 这个顾真雄 我是有恩于他的 当初 在北平外围战的时候 他的尸部 遭到共军的偷袭 是我派了一排士兵 去把他解救出来的 要不然 他早就成了共产党的 枪下之鬼 那就好办了 这样 你代表我 跟他联系一下 就说我准备去拜访他 好的 回来吧 好 来 不 我自己能行 哥 我客气什么 张嘴 来啊 真是什么样的官 带什么样的兵啊 人家柳小姐 对你一心一意的 你却老是要拒绝 就像周国华一样 没良心 桂三小姐 你不了解我们团长 你还挺维护他的 对了 那天你们怎么没有从地道里面钻出来啊 我出来晚了 你们已经走了 还说呢 那天我们等了你们很久 后来县兵开始在街道前后戒严 我们不得不走啊 我知道 因为当时暗杀二宝的人行动了 结果里面发烧了枪战 我有些累了 想睡一会儿 你睡吧 我在这里陪你 不用 你们回去吧 我挺好的 我们要在这儿守着你 不然 你会有危险的 这下你可是受到了大大的关照啊 来 从中央军那里还得到另外一个消息 司令听了可不要生气 说吧 还记得您给我的铁甲战车总队 补充了一个牌的保安师的士兵吗 我记得 当时我还专门派人 到保安师去挑选了一部分 高素质的士兵 这些人根本不是保安师的兵 而是中央军的人 怎么回事 副司令长官决定把保安师拆散了 补充到守备一军和重建的守备三军 那个时候 中央军就派他们的精锐步兵 成剑制地混入到保安师 然后 把它装扮成保安师的部队 目的就是为了 混入守备一军和守备三军 一旦情况有变 这些人就成了他们的内婴 这招可毒辣 难怪了 保安师的战斗力那么孱弱 里面居然会有这些高素质的士兵 司令 我们现在已经收编了保安师 大约六千余人 现在就是查也不好查了 这些个中央军 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内斗 我劝司令还是要小心 警卫营应该时刻准备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哎 你要干什么啊 我要出去一下 你要去哪儿 你伤得这么严重 不能出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要出去 你 你要干什么 啊 我知道了 你是要对墙射击是吧 什么叫对墙射击啊 这个啊 是他们共军的军事机密 小心 好 先生 您好 请问您有事吗 这个我是来打听个人 您说 我是来找一个姓周的老板 叫周国华的人 您说的周老板我倒没有听说过 不过我可以帮您打听 请问 您是周老板的什么人哪 是这样 周老板有个伙计在外边病了 是我给瞧的 伙计呢 今儿个儿托我给他自己的老板 带个口信 这么热吧 您哪 给我留个地址 我这儿帮您打听这儿 等有了消息 我一准告诉您 那也只能这样了 好好 老将 麻烦您了啊 看得出来 你有心事 我想找团长 你们团长失踪了 有什么事 告诉我们吧 是啊 你就不能跟我们说吗 我想当面告诉团长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先说好的 乔震山已经安全脱险了 看来这个乔震山真够让你牵肠挂肚子 他是我的兵吗 你叫怎么样 他负了伤 但是没有伤到要害 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那 坏消息呢 是昆桑救了他 而且把乔震山送进了协和医院 这也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况且协和医院有我们自己的人 目前的协和医院 已经成了敌特注意的焦点了 还有 现在的问题是 昆桑为什么没把救乔震山的事情告诉你 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吧 难道他想做点什么吗 如果要是这个时候我们去救乔震山 势必 暴露了我们党在协和医院的力量 万一 昆桑要是和王敬堂联起手来 我们将会被翼王打击 看来我们还不能去救乔震山 报告 县展 二宝 我不是跟你说过 以后在家里 不要那么多的军中礼节 是 有事啊 来 等我去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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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宝 有事吗 司令 您这两天的气色很差 二宝从来没有见过您这样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二宝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自从太原之战 快十年了 时光仍然 战事还在继续 当年我们是打日本人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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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设为北平惩防焦虑 二宝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孩子看待的 你能说说你对今天北平的局势的看法吗 司令 二宝不肯妄言 无妨 这是在家里吗 是 二宝是一个职业的军人 当年司令送我去中央官校 就是要我成为一名 尽忠报备的军人 所以我 一直恪守军规 一 一 忠勇为爱国之本 二 孝顺为养家之本 三 仍爱为街舞之本 四 信义为立业之本 五 和平为处事之本 六 立业结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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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坐坐 真不愧是中央官校的高菜生 军规都能倒背入流 司令 二宝是铭记在心 我这一辈子 第一 是追随司令 第二 就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合格的军人 好 不过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司令想的是大事 二宝想的是自身的事 可是 我愿意为了捍卫北平 粉身碎骨 好 要是我不战而降呢 二宝也会粉身碎骨 好 二宝 明天去警卫营的新名牌一次 把所有人的背景查查清楚 凡是从保安室进来的人 全部调除 是 今天感觉好点吗 好多了 对了 你怎么这么早来看我 我关心你下不信啊 好 谢谢 乔正山 你平时不是挺能说话的吗 怎么今天突然变得这么礼貌了 我见到你就没有话说了 你不会是烦我吧 没有 真的 我真没有 我知道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是 我们是不同阵营的人 可是我想告诉你 脱下我们身上的军装 我们也是赤裸裸的人 难道你一定要压抑自己心里的感情 你不愿意去面对我吗 我不希望事情走到最坏的一步 如果有一天 我们必须面对 我希望我们共同面对 面前的困难 我希望你能够做点什么 说吧 我现在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想出去 你能帮我吗 你现在不能出去啊 我有急事 什么急事 我要找团长 李司令 大驾光临有事远迎啊 顾服军长不必断理 司令来此视察不知有何讯事啊 常与今天来看望将军 主要是想 那在贡军的围困之下 我们应该精诚团结 陆里统计 好 李司令 行 请 司令 乃是副司令归下了得力干将的 坚守北平 非军莫属啊 对了 刚才顾服军长提到副司令长官 正好 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一下 说 这是 马文凯司令给我的 南城军事部署 今天 副作与司令长官特别问道 南城的地下工程 北平地下工程报告 已经给脚总了 我没看到吗 我给脚总的是备忘录